2003年4月23日下午两天 傳宗祥和 ホーグロの三生徒を前に訴えたいです 皆様これ所の道場に来られます この事柄だしから工業まで尽ながら 我們下午也是花時間 就著黑板這段文來講佛法佛教 因為這個是佛法佛教的緊要的地方 就是說如果沒有把這個精神真正的用身體去領受的話 那麼就往為來當人 沒有真正的理受到佛法佛教的精神的話 跟貓、狗是沒有兩樣的 老師說我們得這個人生 人之所以向人的地方在哪裡呢? 人間無形形,現在已經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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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老師說我們都要門生自問 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為何到這個世間上來? 那我們這個人生的目的在哪裡? 我們要去想想就這樣 那麼老師剛才有講 就是說人生難得經與德 佛法難聞經與聞 此生不像近身度 更像合身度 此生難 所以老師說我們呢 要好好的問問自己 自己人生的目的在哪裡? 這是一種嘴巴編 是一種嘴巴編 是一種嘴巴的 在家中的一種嘴巴對 他對美鳥西全世界 我們很多人的在家中的地 都是她很多人的世界 可以做單腳reck 他對美鳥西全世界 客人的地 虧空回身 很多人的地 人生的地 人生的地 不太,不太 這個是核戰啦 那麼就是說 假令大千世界中 鳳馬火也要過 也要過這個火啦 然後文博名號者也不對 這是からね 今日幾十年年 何十億十年年 何十億十億十億 仏教を知らない人 不知からと同然でしょう 極端的言い方 有幾億的眾生 人口又有幾億 人生沒有遇到佛法的話 就跟動物沒有兩樣 就跟一般的動物沒有兩樣 那麽人們是人間沒有遇到佛法 人間沒有遇到佛法 人間沒有遇到佛法 那麽人們是誰 那麽老师說 得這個人生的 你所謂的地益啊 價值 値有幾億 價值在哪裡啊 那麽老师說呢 世界中呢 見面目鱈的事 那麽老师說呢 放眼世界 放眼天下呢 都一切是什麼呢 這是難主 這是難主 考慮、開途、瓦、暗死 好 這是難部 這個是有 16灰紙 這是 這就是 我是這麽樣的純罪 飯間,皆,皆,愚腕 那麽 那麽使用 如果 dibuj得隨 sab 即使用 讓我們 今次 之時 又有 這個人生呢 如果你的目的啦 自己追求這個有錢 然後就是說可以到處遊玩 就是以這個吃喝完為人生的目的的話呢 他們老師說 這樣的人啊 跟貓狗沒有兩樣 他們老師說 這個以人生 以吃喝完為樂的人啊 就是說 因為他們就是沒有智慧 這個盲是沒有智慧 不明啊 沒有智慧的緣故啦 因為沒有智慧 所以以這個為樂啊 那麼這個樂 在人來看是樂啊 其實這個樂是苦的 這個樂會給人帶來痛苦 我認為人生 馬上是歐阿蘭祖書時 新的故事 苦惡苦惡 未來的苦惡之餘 所以才會失去 心都沒在心都沒在心 那麼如果你的人生是以這些為樂的話呢 以這些為樂的話呢 那麼呢 這個你的人生 這個將要結束的時候呢 這個所有的那個什麼呢 那個夜上就會陷進來 所以就痛苦的不得了 新的故事 給多一點新的故事 讓大家知道 那麼老師說 你們大家啦 死的時候 你們會要 你們會留下什麼話死去呢 拜拜 有的新的故事 老師說 你們死的時候 你們可以很少的說 再見 拜拜 可以這麼傻撮嗎 老師說 你們死的時候 很少人可以這麼 這麼傻撮的 拜拜 再見 我走了 老師說 很少人是這樣子的 都是啊 就是說死的人 死得很痛苦 那麼活的人呢 就是悲傷姑氣 疲憋こと 所以悲傷 goodness 對 吃了倍度 zoom 對 心軌什麼責任 可是對我辦法 назв啊 我老實說 是啊 聽說 我們人啦 就是 對這個死爹啊 我們會悲傷 會哀嚎 會那麼 foam 那 Psaki 那個時候 你怎麼辦呢 可是你怎麼辦呢 那時候,你會有信心,你會有信心 那時候,你會有信心 那麼老師說,你平常呢 以這個為目的的人 這個為樂的人,為人生目的的人 你林中的時候呢 就會這樣子 這個業力牽引,就有火車來信 老師說,火車來信是 鬼啊,鬼叫個火車來接你 那個林中時啊,鬼叫個火車來信 你怎麼辦 那個林中時啊,鬼叫個火車來信 你怎麼辦 老師說,林中時,鬼叫個火車來信啊 你會說,哎呦,鬼啊,感謝你哦 你叫個火車來接我 老師說,你能夠這麼撒鍋嗎 對,老師說,看到鬼叫個火車來信 有的是無限的距離 我一定會來哦 我說,一定會來哦 而且,一定會來一次哦 我說,你也會來哦 老師說,鬼叫個火車來接你哦 老師說,鬼叫個火車來接你哦 那,那裡有的 啊,那裡有的 就無信,會來一次就一的 那,我們就麻煩一下 那個六道會的那個 忘記,不願意救也好了 所以呢,我們就好了 為什麼 老師說,這個不是只是畫而已哦 這個是真的有這種事實哦 這樣應該呢 打大一批後就這樣過去了 老師說,這個 這個不是假設哦 這個不是假設的同畫哦 這是真的哦 八十二月 八十二月 老师说 当自己的面前鬼叫的火车出现 那个时候弄恐惧是无法言喻的 临终时鬼叫的火车来现 老师说 不论你怎么把那个鬼走 他不会走 他不会走 他看不走他的 他要抓你就是要抓你 老师说 他怎么赶他都赶不走 他要抓你就是要抓你 那时候他在车里 他在车里面叫的 拜拜 拜拜 临终时鬼 那时候真的会来的 老师说 就是说被治理业力迁营 就是被鬼抓上这个火车 你还能够拜拜 你跟着就拜拜的人 说那个人啊了不起 所以说拜拜 临终时鬼有没有 是说那人是这样子的 坐上火车跟大家买买的 是说有人是这样子的 坐上火车跟大家买买的 那人是买买买买的 中国国人也有买买买的 所以就有需要 来自来自来自买买买买的 R-K earth,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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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th. 必然死呢,必然死呢 那么老师说很多人不相信会火车来线 他是老师说我们人一定会死 我们人一定会死 必然都死 而且这个是必自保证,一定会死 就行? 我就是说,怎么办啊?必定会死,你怎么办啊? 我得到达来了 我是說這個死不是讓你發酵的問題 我是說這個是真的會死 不是假的 是說 轉這個火車來線 轉回來營了啦 這就是安排的 我是說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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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 你真的能夠轉這個火車來線 為這個來營的人 什麼樣的人 像大家現在都是沒有病痛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好好的聽聞 要怎麼聞呢 先用耳聞 耳朵聞 先用耳朵聞 然後用眼睛聞法 然後呢 這個是 你說的 正透 正透 就是說呢 用耳聞 然後再用眼聞 然後呢 聲聞啊 就是說呢 讓佛法呢 正透自己的身 那這個身其實 心是在這裡的 心跟身是不離的啦 老師說 那個 那這個用什麼 正透這個身心是什麼呢 我們說呢 那個 信心鐵道 這叫呢 身心側道 有的是說 真心側道 有的是說 真心側道 比 站在佛 佛的意想講的是 真心側道 這真心是佛心啊 站在那個 積方講的時候 是身心側道 也就是呢 那個佛法呢 正透到自己的身心裡面來 這就是 真心側道 那老師說 身心側道的 那個 體驗者的 我們說 東國人呢 是誰啊 開男大師 到處才師 上達大師 那時候 愛方啊 那時候 自己不一定 那時候 父子都滿健康的地方 那麼 就是說 祖師大德門 為我們留下這麼好的教法 那你都不在乎的話呢 那就無藥可救了 師兄 我來講說 老師說 真的有這樣的體驗者喔 有真心側道的體驗者喔 我爹 明年所所的 繼續摸一種 那 明年有什麼看你 我來不住 那個 客頌本裡面有 無常祭 對 我來講 就是那個日末 日末裡在裡面 那個無常祭 九十七夜 你們如果有課本文翻 人間匆匆淫重物 不絕年命日月去 如燈風中滅南旗 忙忙六道無定去 為得解脫出苦海 雲河安然不經聚 各文強健有歷史 自策自立求藏住 這樣 所以說 你 現在我來講 老師說 我來講 我來講 如果講出這個話呢 就是這個身心側道的體驗者 老師說 已經有前輩走在我們的前面了 已經有先人走在我們的前面了 留下這麼好的法語給我們了 如果你還不相信 你還是爭迷這個 我們說的錢財這個玩樂的話呢 一天到晚 主要去逛法百貨公司了 就說 以這個為樂的話 那 就真的我真來獻 真的會真來獻 所以我來講 我來講 謝謝 謝謝 老師說 老師說 我們中國有這麼好的先導者出現過了 那如果現代人不把這個先覺者當畫的話呢 那如果現代人不把這個先覺者當畫的話呢 師傅老師說 那就跟貓狗沒有兩樣 那是 現在人都很高手 他給你活動作出手 現代人都瞧不起先決者 把先決者講的畫當笑話判 他應該給他拿來 那麼在生前 就把先決者的畫當畫的人 指的時候火車來線的時候 他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我已經想要了 現在是十年 這樣是十年來不及了 才是不再活動作出手 就這麼活動作出手 那麼英文章裡面有講 就是說不把先決者的畫當畫的人 這個臨終來臨終的時候 他生前很尊貴的妻子、兒子、財寶 沒有一樣可以幫得了他的忙 所謂的事實上 人一死啊 那個就是生家那個什麼白骨 生家白骨 那個一文章裡面白骨文啊 就是說為聖白骨啊 為聖白骨啊 所以啊 那個可悲可喪 聖白骨啊 那麼老師說呢 那麼老師說 那麼老師說人啊 為什麼說人是亡者呢 因為啊 只沉迷於這個吃、喝、玩、樂裡面 那麼忘記自己的後生儀大師啊 那麼老師說就是忘記自己的後生儀大師啊 所以那個歌啊才唱得出來 你說那個歌舞有沒有 人啊就是忘記自己的後生儀大師啊 所以你歌才唱得出來 我你也才跳得下去 歌舞音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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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如果你的人生呢 是以這些 你吃、喝、玩、樂啦 就是說 你這個歌舞啊 這個唯啊 唯 your philosophy 人生樂趣的話呢 好啊 老師說呢 這個平死的時候啊 當你平死時啊 有的是什麼呢 那個什麼 您說的 你講的 幹而已 白骨章 静观无常的人生百态 人生如梦 世事无常 因此从来没有听过有活到一万岁的人 一生眨眼急过 至今有谁能保持百年的生命呢 今日我送人 他日人送我 不论人我 先不保今日 不保明日 自以为还离不到自己的人 就像树叶上的水滴 草尖上的露珠 滴落虽有石树 忠免不了无常 此生稍微红颜 目作白骨 无常风亦来 双眼乎我及地 一席不来 将颜色变 逃离荣之何在 又今眷属来袭 无论如何悲叹晚袭 也无济于事 无奈只能送到荒郊野外 化作夜半灰烟 为胜白骨 只穿过难以言议 人生无常 老少无定 无论是谁 都应当赶快 欢欣后生以大事 以心威命阿弥陀佛 撑念佛名才是 所以老师说 这个白骨蚊呢 要好的呢 就是说呢 我们做的明刻在自己的心中 这个白骨蚊呢 所以我现在已经 每日安益的路来 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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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老师说呢 这个呢 白骨蚊呢 最好是能够每天送 每天送 把这个白骨蚊呢 就是说 融入自己的身心里面 当做自己身体的一路份 那么把白骨蚊呢 我们说的 明刻在身 在心的人 不得人 彼此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个悔恨出来 那我们就知道 阿师傅不懂得 这一件事吗 干嘛 阿师傅一当做军安 有说 那咯咱们赶紧 你不然是一带开始 那么没考考 那么有人说呢 每天他记得白骨蚊 那不就不能 那就不能玩乐 玩乐了吗 那么老师说 你要知道 你的人生的目的是 你是为何而来 你是为了 玩乐而来的吗 还是为了再去 六道轮合而来的呢 去那个 去地狱 来这个人生的吗 好好的 我问我自己啊 永远的未来 向来 金的向上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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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说 为何来这个人生呢 这个目的啊 应该是 为了呢 我们说的 入这个什么 永恒生命的世界 所以人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往生进步而来的 老师说 人这个世界上人很多 很多人都忘记了自己这个人生的目的在哪里 然后把自己的人生用在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上面 这个 自他玩乐的上面 我教得不得了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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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为什么 对这样子呢 老师说 就是因为没有受到真正的教育 没有人教他 没有人教他 人生的目的为何 所以呢 都把人生用在这个上面 以这个为人生的目的 那是在问我们 自己 为何 出生到这个世界来的呢 你啊 这个人生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呢 五十年来一百年了 老师说 这个五十年一百年啊 杀眼就过去了哦 那こと说啦 好启使用难受了 好启使用人敢的 人生的独自我 人生的独自我 就是 那时候人生的独自我 那么老师说 这有人听到老师这样讲啊 那我们学父人不就不能吃喝完呢了吗 那么老师说 是啊 你的人生的目的是为何而已呀 你是為了吃喝玩樂來到這個人生了嗎 那你如果是為了吃喝玩樂來到這個人生的話 它跟貓狗有什麼兩樣呢 那你要知道呢 我們好不容易才從那個 他們的道轉到這個人生的喔 對呀 老實說好 那個好啊 你自己去選擇吧 那你是要像貓狗 像當貓狗那樣子以玩樂為目的啊 那你就去當貓狗啦 那麼呢 你就說 看你是要選擇當貓狗 那個以吃喝為目的的話啦 那你就去當貓狗啦 那麼呢 那個如果不是的話呢 就是要呢 到這個永恆 這個無量壽的世界啦 那個往生進步 你這個為人生的目的啦 你覺得哪個好呢 哪個才是真正的樂呢 阿師父 當然因為外地竟然很無關 很無量以外地的感覺 對 老師 要我們再問自己一次 你是為了吃喝玩樂來到這個世間的嗎 還是為了什麼來到這個世間的呢 स�� Bru name 的 你及不外地了 在那裡 阿師父 《我念貓狗》 有敦遥少爺玉子 那麼老師說呢 就說你這個人生的目的 你要知道啊 是阿曼阿彼陀佛 這個五節思為道者修息 不是為了要救助我 是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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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老師說 那麼老師說 這個 身為人 那你 就是阿彌陀佛 那麼阿彌陀佛 就是為了要救助 為了救助我 那麼 那麼 佛語你不聽 你偏偏以吃喝完的 為自己的人生目的的話 那麼沒辦法 只好 我們說的 做好 做這個出生道 做這個出生生 嗯 所以你也能感到嗎 老師說你會一起當出生嗎 就是啦 一般出生了 就是啦 未來 有分分得 流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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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說呢 只要一做這個出生生 有沒有 老師說呢 你就要 你一做這個出生生 要出來就不容易了 所以會不斷的流轉 不斷流轉 對 不斷流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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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武朦山書 所以有什麼像血 那麼老師說 那種像血 後來誰誰誰誰 老師說什麼時候是超出這個三界的時候呢 老師說是金 金 金現在 得人生是現在啊 金啊 金就得到這個人生啊 金現在得到這個人生啊 所以你要把握這個十啊 金這個十 把握金十 超出這個我們說的三界輪迴啊 所以中國先決者三老大師他們 就說有智慧的話 他們就是諸家我們說的求道 求道 這個道是出禮生死之道 出禮生死之道 如果我生死之道 我生死之道 那麼得這個人生 你這個人生的目的 你不以出禮生死為目的的話 就說終日只是吃喝玩樂的話 當然那是自己自願做貓狗 你才有能力救助 救助他人 你才有能力救助他人 你自己沒有被救度的話 如何能夠去救度別人 那麼老師說 這個不把這個佛法當話聽的人 這個不把這個話當話的話 那麼老師說 你的人生一定會後悔 一定會後悔 一定會後悔的 那麼老師說 老師說 不只是聽而已 這個不只是聽而已 老師說 這個求道不是 老師說你要呢 心見 日文是講真見 我們說這個是完真的 求道是完真的 你不是拿一個腳到這裡比一比而已 我們說不行生命 那老師說 那麼老師說 在真正 我們說的完真見 求這個出禮生死製造人 是誰啊 不講毛你佛 所以我 以前在那邊嘛 對 對 老師說 我們不要呢 就是說 這是模仿啊 老師說 模仿的話 老師說 這個出禮生死製造 不是用模仿的喔 只有認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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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他媽媽 那麼老師說 有樹散的人 有樹散的人 他是從小 從那個 我們說的 瓜 那個出生 從小時候 他 樹散的人 他是從出生到這個世間開始 他就以這個為自己的人生的目的 他是一直憲的 他是一直憲的 求道的 現在講到 要出離了 要出離了 但是老實說 出離這個生子之道 需要什麼呢 需要老師 需要 不多 未必有的 未必一定要有的 對 那我們說 求道有沒有 求道的話 我們那個沒有 道士有的 這個是我們說的導師 引導的 引導的善知識 得道之人 導師 出離生子 知道 是需要 就是需要 遇到這個得道之人 也就是導師 道士有的 老師說 你們遇到了你們的導師了嗎 道士有的 如果沒有遇到的話 還沒有 對 老師說 你如果還沒有那個遇 這是可遇不可求的 還沒有遇到你的導師的話 還沒有尋到你的導師的話呢 那是可遇到你的導師的話呢 那是可遇不可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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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以前呢 這個 對 對自己的 那個 處理生子問題啊 認真求道的人啊 他們是嗎 他們是入山 入山修行 那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是可遇不可求的 他會被刺掉 所以我小時候也有 那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以前是 有一個 可能沒有遇到 那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是可遇不可求的 老師說呢 這個處理生子知道呢 就是說 就是說 不去尋找這個善之士呢 就認為自己那個 夠聰明 力量夠 而自己讀了幾本佛書 就以為自己已經很懂了 老師說 那種人啊 會走到那個旁門走道去 那我老師說 前半段講到這裡 休息一下 有問題的人可以提出來 看 來忙你找我 看 來忙你找我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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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靖子 我 多 chop 好 咖啡 很多問題才對 都沒有問題的話,表示大家 逢妙禮,逢妙禮就是 待頭待腦 在自己的出離生子之道 就是說,莫不關心 沒有,把這個出離生子之道掛在線上 聽到老師講最喜歡 應該會有很多問題出來 沒有問題的話,那就是表證你們 你們說,對自己的出離 對這個頭到,你還是很冷漠 就說,先去休息一下 沒有問題,我看看 對,跟這個休息一下 好好的一直想,想問題 想自己的問題 休息一下,你再提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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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